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红色表达C价值提供给C族群 而这个价值与族群的对应 我称它为价值对应 在以我自己的公司 爱的影响力教育机构为例 来做价值对应 A价值是我的课程 都是以圣经为核心理念来开发的 圣经不但是上帝说的话 它也是一本很棒的智慧经典 这点对到A族群 就是基督徒朋友们 基督徒对于圣经的商业应用 与生活应用是很有需求的 所以你看到了 A价值对应A族群 我用的是同一种颜色的便利贴 B价值是明星级的案例 以及明星级的解决方案 我曾经协助很多的明星 打造作品以及行销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加上我在两岸协助了数百个企业 做期管行销的顾问与教育 再加上我在两岸的LINE与微信 都经营了颇有影响力的频道 这些都算是明星级的案例 这些对应到B族群 也就是企业家 创业家来说 是有说服力的 OK C族群是讲师朋友们 我提供的C价值 就是有系统的课程 与宣传的力道 很多讲师朋友 有教导的才华 而我则是在课程的开发上 很有系统 我们就成了很好的合作伙伴 比如我所设计的梦想DNA 就已经有很多的老师在到处分享 防住更多朋友来实现梦想 我真的是很喜欢我的工作 如果你在我们CEO的课程现场 我将会运用几个工具 来协助你明确你的核心价值 或者你也可以网路搜一下 比如价值曲线这个工具 来分析你与几个竞争对手 在顾客心里面 几个关键因素的得分高低 并且把你的独到之处 凸显出来 我很喜欢举歌手造船的例子 据说当年制作团队在会议里面 就是讨论说 哎哟歌声这么好 但是长得不是很好看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灵机一动 把这个劣势当成一个特色 并且为他写了一首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这首歌 结果唱出了很多平凡人的心声 看见了吗 你不一定要在每一个项目都拿高分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 这就是蓝海策略 你要知道你的核心价值在哪 并且去强化它 发挥它 以此来感动你的顾客 服务你的目标族群 所以第二个你可以查阅 《蓝海策略》这本书 在拥挤的红海里面竞争 你只能不断地加班 不断地降价 于是有两位气管大师提出了 蓝海策略这个概念 就是如何从价值曲线里面 去规划四种行动架构 以此来凸显你的核心价值 应该开发出一片蓝海新市场来 现在我们回到这两个格子 请你拿出你的便利贴 开始把你的核心价值 与目标族群分解开来 当你能够准确地把它们分解出来 你就可以更高品质地服务你的客户 并且在后续的课程中 你将可以准确地去做好 营销沟通的工作 服务与业绩也就能稳健地成长起来了 现在就行动吧 不管你是企业还是个人 请不要小看你的独特价值 当你能把你的优势价值提供给对的人 你的事业就有了一个很棒的基本结构 所以请你务必把价值对应 这个部分完成了 完成了才可以看第三集 OK一起加油 我们第三集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